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 很多人每天的主食就是大米 面条 馒头等精粮 却忽视了粗粮的摄入 粗粮的种类有很多 像咱们常见的豆类 粗粮中的矿物质 纤维素和维生素含量都很丰富 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 大鱼大肉吃多了对身体并不好 还会起到反作用 应该常吃清淡食材 懂得粗细搭配 健康的饮食绝不是结构单一的 即使天天吃营养丰富的鸡鸭鱼肉 身体也不见得会健康 复养以后多吃两种黄金豆 营养均衡更健康 一 黄豆 黄豆酱 一 准备黄豆 清洗并浸泡一个晚上 二 接着生姜切成薄片 大葱切成葱段 再加入两个八角 两片香叶 一块桂皮和三四根小红辣椒 放在一旁备用 三 黄豆和香料倒入锅中 加入一勺食用盐 倒入适量清水 搅拌均匀开火煮 水开后将白沫撇干净 盖上盖子 转转小火煮四十分钟左右 四 第二步 准备配菜 将煮熟的黄豆控水捞出 接着起锅烧油 配菜倒入翻炒十分钟左右 炒香料全部放入 炒至焦黄后 用漏勺控油捞出 六 全部捞干净后倒入黄豆 炸至金黄 倒入青红椒全部炒干 七 接着倒入蒜姜末 炒出香味后 加入黄豆酱 豆瓣酱和一勺甜面酱 继续翻炒 翻炒十分钟后 加入一勺食用盐和两勺白糖 翻炒均匀后 加入一勺芝麻 翻炒均匀后 加入一勺白酒 彻底翻炒均匀后 就能出锅了 最后储存起来即可 二 红豆 红豆窝窝头 一 准备花生 黑米糯米清洗干净 二 接着把准备的食材上锅蒸 三 葡萄干 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和葡萄干剁碎 清洗好的玉米 放入红枣的盘中 给它放一盘备用 四 红豆蒸好 再倒入准备好的红枣 葡萄干和玉米 再加入糖 糯米粉搅拌均匀 把刚做好的红豆窝窝头 裹上一层糯米粉 五 全部做好后 上锅蒸防止粘连